就算這些都不講 各位可以想想看 變性人這個議題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2012年的時候你有想過你有聽過嗎 你會在乎嗎 你可能只會聽過就是去泰國那時候會有人邀 然後韓國有什麼何立秀 台灣有什麼歷經之類的表演主題 2012年的時候變性人這個議題 基本上連聽都沒聽過 過了十年 現在我們要把小孩全部教育成變性人 用他們的身體去賺錢 2011年的時候歐巴馬還說 婚姻是一男一女的 婚姻就是為了家庭 就連同婚當時都是無法想像的 人類社會下滑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美國不是不能有同工嗎 但是現在如果你把小孩變成一個變態 他們就可以在一堆變態老男人面前 跳脫衣舞賺錢 這個地方就在我們的加州 Palm Spring 叫做Family Friendly Drag Show 對 我們要看成為賺錢 對!你看看! 像這個樣子! 你只給了自己的錢! Woo! 好帥! 我們還給了自己的錢! 那是你! 對!你剛剛看到的就是 一堆性變態把小孩當成脫衣舞釀在對待 對那些小孩在那邊撒錢 他們的青春,他們的純真 就只值一堆一塊錢而已 你還想賺錢嗎? 那就上台再跳一支舞給這些變態老能人看啊 我們有一位觀眾 相信大家在評論區都看過他的留言 他就在那邊說什麼 共產主義好啊!萬惡資本主義啊! 美帝國籍先鋒! 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之類的 那一類的人基本上我不太會理會 因為說共產主義好的人 基本上都是一群自己以為自己很懂 認為說自己是可以控制人的 但是一點力量都沒有 只會靠著自己國家當個受害者 但如果剛剛那樣子 就是資本主義 小孩在台上跳著山情的 變裝之後跳著山情的舞蹈 下面一堆變態的人在那邊撒錢的話 那真的這個制度就應該被摧毀 起來吧!不願意做奴隸的人們 團結吧!被壓榨的勞工 打地主分田地 隨便你們要做什麼 因為這個太噁心了 太邪惡了 這的確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問題 的確是一個自由市場的問題 就算在推廣這些東西的人 都是一群大左派大政府 性變態跟腦殘 但是會讓這些變態事情發生的原因 很大一部分就是所謂的自由市場 啊!這是自由市場啊! 是創意啊!是創新啊! 是創新的!是創造新的市場啊! 我們不可以控制市場 這些都是供需法則啊!對不對! Ethan你不是在PHC上面 做了一系列的國父論嗎? 說真的!如果政府連保護孩子都做不到 讓孩子做那樣子的脫衣舞女郎 這樣子的行為都不管的話 那歡迎你叫我毛澤東 叫我希特勒 叫我斯達林都無所謂 這種自由市場就是應該被殲滅 保守派要的不是無政府的自由市場 而是有道德的自由市場 這個叫做Limited Government 有限制的政府 政府要有一定的權利來保護小孩 還有我們的天賜人權 還有基礎價值觀 在這正義的層面上面 我們是不能妥協的 這樣子我們才有可能有一個正常的 健康的社會運作系統 政府要使用人民賦予的權利 來做正確的事情 來做正義的事情 不然政府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我們這次在加州的州議會裡面 我們訪問過很多人 我們並沒有把所有的候選人 全部都放上來 因為很多候選人 他們的價值觀是扭曲的 是跟剛剛說的那個一樣 雖然他們是共和黨 他們會說這一切是自由市場 這一切是資本主義 那樣子的人 我們叫他們RINO Republican in names only 所以請各位繼續禱告 這些政客要做的事情 是正確的事情 而不是創造一個無政府的社會 然後說 你看 我們把政府變小啦 我們多棒棒啊對不對 我們共和黨